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买车为了什么不就是驮个舒服吗 所以买车前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车店感受感受也就是体验 这六点让你迅速的了解一下一辆车的舒适度的好坏 悬架 通常来讲车子的悬架系统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 相比一下配备独立的悬架系统要比非独立的悬架系统舒适性要好很多 座椅 除了悬架 座椅软硬的程度以及包裹性这些细节都对舒适度造成的影响 一般豪车都是非常注重座椅的 轮胎 轮胎的地面接触摩擦 轮胎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车辆的舒适度 如果轮胎用的不好 带来的颠簸感也是让人怎么样都不舒服 空间 空间大 舒适感一定很强 答案是肯定的 一般空间越大越好施展 特别是针对各自180 长腿欧巴 头部及腿部的空间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众多种类车中 MPV及SUV都被国人看好的 特别是SUV 噪音 车子舒不舒适 还有一方面就是行驶速度不同 操作不同所产生的噪音 一款好性能的车子在音量方面也是可以识别的 即使是在高速中快速行驶 也会让车内乘客感到不烦躁 且没有造成不必要的耳鸣耳痛 舒适度就达到了 变速箱 变速箱在车子的顿挫方面表现明显 换档时容易发生顿挫 那么车子的舒适度是会下降的 一般来说 CVT的变速箱的平顺性表现最好 它是通过钢制皮带连接而成 由此舒适度才会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